我是梅花行者的主編 杜明洋 以往我以讀者的身份來臨書展 今天我很榮幸可以踏上這個台 以作者的身份來分享雄姓 蔡里佛 我管門雄姓 蔡里佛 和他對我們家族的影響 多謝各位 接下來會有一個 這個程式就會介紹我們梅花行者 各位稍等 適逢今年的大會主題是武漢文學 我和另一位作者 爺爺杜森師傅覺得非常幸運 同時是一種緣分 因為今天社會各界人士聚首一堂 這本書的誕生源於承傳兩個字 承傳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 是延傳 新教 對我和爺爺來說是一個突破 除了是文化和武術結合的突破 更加是爺色之間攜手 是很誇代合作的突破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不少讀者對梅花行者這個名字都會很好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武林言語 拳為總 拳為總 棍為師 刀槍為父母呢 梅花拳是本門洪聖賽里佛的橋楚總子 更加是總其成 所謂萬變不離其中 本門其他拳套的伸手部腿法 都是由這套拳演變已成的 而行者鵬就是本門場兵器的基礎 所謂未集場兵先集棍 如果能夠將行者鵬揮灑自如 對學習本門其他場兵器 例如八卦槍等等的誤性 亦都會隨之提高 梅花有五反 鮮花後葉 和梅花拳在既有的招式下 潛藏無限的可能性 有儀曲同工之妙 梅花同時是花中四君子之手 衰寒心有之恩 凌冬內豪 梅花和武術結合 靈性認得堅貞 光毅 武術是我和爺爺的橋樑 如果梅花拳是一道無形之橋 那行者鵬就是一道有形之橋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行者是孫悟空的別稱 本門的行者鵬 表現到孫行者的靈活 技巧 招式亦都呈現了不少民間點滴 例如《吹燒》 《魚翁参舟》 《活草沉舌》 這些名稱 可以說是將民間智慧融合武術 梅花拳是本門方玉書祖師 傳給我太公道漢張宗師 最重要的拳套之一 行者鵬本門成全的遺真 我太公道漢張 從方宗師我從爺爺 學習的第一套長兵器 經過歲月的洗禮 他們仍然可以很完整地保存到現在 我和爺爺決心 通過最簡單的梅界 文字和圖片 希望可以將它們發揚 更加希望可以促進世界同門的交流 現在讓我介紹一下梅花行者的淵源 方玉書宗師 你看到電視機這一位就是了 他的組織是廣東開庭古集 生於廣州 他的父親方潔庭出身豪門 是廣東著名的藥商 廣州自來水廠 方便醫院的創派人及永遠監督 方宗師拜塞里佛陳觀伯為師 陳觀伯是塞里佛創派人陳響公祖師的第二仔 而方宗師就是響公的三傳弟子 方宗師十八歲的時候參加清朝的武舉人選拔 考題有 公、石、刀、暴戰和馬戰五行 宗師技藝超群名列前馬 大家在外面的營光幕可以看到 當中考試的內容是甚麼 在十九世紀初 方宗師在廣州的龍中首約設館 授圖和行醫 幾年間增設分館六間 圖里滿門 一九二五年 廣州發生打機房的糾紛事件 木機公和鐵機公發生衝突 鐵機公請方宗師做標頭 平亂這件事 經過這一日 明真釀成 拜中師門下樂役不絕 三七年 中師到香港 在灣仔和九龍方和街設館 授圖園園祭世 他為善更加不為餘力 例如會在深水埗農聘佛堂 祭醫師陽 九龍總商會辦義學等等 新德社會人士讚頌 五三年的十二月 方宗師宇世長治 享年八十三歲 他的英靈長埋在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仁光樂這一位就是我的太公 道漢張宗師 他和我爺爺道心師父 亦師亦友 在武術裏面 他傳授爺爺蔡里佛拳 在武術裏面 建好